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yes哥 有问题就找yes哥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另外一个关于美国入境的问题 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 就是说如果是单身单亲带小孩入境美国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就是说相当于说父母 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父母一起带小孩 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 爸爸或者是妈妈带小孩入境 可能很多朋友也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 因为实际上欧美的这些国家 对小孩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哪怕是你是外国小孩 他也要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政策 这个政策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当然可能对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政策好麻烦 或者什么样对吧 但实际上这个是有必要的 什么政策 就是说如果是单亲的话 需要另一方的一个受传文件 所谓的受传文件 因为名义上对不对 在美国你比如说在美国 小孩儿来说的话 他父母对吧 是双方都是监护人对吧 法定的监护人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是在美国出现各种争执的话 就是有时候要爸爸 有时候要妈妈 甚至同时对吧 必须得有 这个是人家法律文件非常的完善 这跟国内可能不太一样 国内可能对这个法律意识 这方面还真的是非常的薄弱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 这个在美国这个小孩 这个真的是天堂 因为他们对小孩的这个关照 或者是关怀真的是无微不至 包括实际上对另外一个天堂 就是对妇女来说也是天堂 因为因为美国基本上来说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妇女的地位 不仅说地位 而是他这个法律 对他的保护也是非常的好的 至少比国内要好很多 国内你看这个基本上来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家暴 受害者都是妇女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在中共的统治下 我以前一直在说 这个是丛林社会对吧 丛林社会那就是弱者 弱者就会怎么样 就是永远是受伤害的人 那最弱的是什么呢 不就是妇女和儿童吗 对不对 当然还有老人对吧 所以你看看中国这个阶层里面 最惨的就是这种三种人 妇女儿童 还有这个老人最惨最惨 因为这个丛林社会 会把每个人变成野兽 这个所有的这个 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也跟我吐槽 说哎呀在这个中国大陆 真找不到好男人呢 或者什么样子 因为都变成野兽了嘛 禽兽对不对 这个也在中共模式下面 你不变成禽兽 那要么就被消失了 要么就用脚投票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那好我们回头继续来说 这个需要另一方寿船文件 就是寿船文件呢 是原则上来是必须要有的 就比如说父母双方对吧 比如说有时候放暑假的时候 是爸爸带着孩子到美国来旅游啊 或者什么 对不对 或者是妈妈带着孩子到美国来旅游啊 尤其是旅游签的时候 那他一般的情况下一定会 也不说一定会啊 正常情况下 他需要有一个类似的受传文件 他们有有这个政策规范的啊 你看上面写了 就是这个文章啊 这个这个这个政策 就是什么 children child traveling with one parent or someone who is not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or a group 他上面这个政策呢 写得非常清楚 if a child 主要是就是under the age of 18 就是只要是18岁以下的 就一定要有 就是traveling with only one parent or someone who is not a parent 就是除了这个单亲父 这个这个一个人 但单亲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外呢 甚至有的就比如说这个是 也有一些什么国内经常什么 爷爷奶的带着孩子 对吧 或者是外公外婆带着孩子 对吧 都有可能 对吧 然后出来旅游 这也有可能在国内的也经常常见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要到欧美国家的话 但是至少是在美国应该是有的啊 他这个有规定 那你就得有这个受传文件啊 就是如果是单亲的啊 带孩子 那需要有另一方的这个受传文件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受传文件 也不是说一定要很很什么的 就是因为在美国 其实他就主要就是要有另一方签字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说要稳妥的话 公正一下也可以 但是实际上实际上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至少完成我个人觉得 在美国这边真的是 就是只要是签字了啊就行了啊 他就不用说你一定要盖一个什么 这个章那个章啊 其实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很多 除非说你搞一个翻译 然后再公正啊 搞成全英文的 别人可能才认识 你我都得搞个中文的 你说这个公正了啊 他他可能连章子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也就说就是 也不是大家想的那样的啊 就是但是呢一定要有啊 一定要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他就是说啊就是为了 但是他主要是为了防止什么 这个孩子受伤害嘛 就实际上就是保护孩子 因为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政策的制定的 并不是说为了给大家添麻烦 而是说为了保护孩子 因为经常有一些什么人贩子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犯罪团伙啊 带着小孩或者是到处跑 对不对 那他这个政策实际上就可以阻挡很多人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这个政策应该是非常人性化 而且正常情况下 大家也很很容易可以做到啊 那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我给大家闪示一个很很简单的一个表格啊 这个但是这个表格也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啊 就是但是这个表格呢也是 就是相当于说是一个模板吧 你可以就放着这个去做就行了 就上面写上名字呀 小孩的名字呀 小孩的年龄呢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旅行号码 就是什么passport呀 什么这都可以啊 然后呢是从哪儿飞到哪儿啊 然后跟着谁对吧 然后呢 后面呢就是有人签字啊 有人签字对吧 这个签字signature呢 就是你签啊这个对方的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如果是爸爸带着啊 需要妈妈的这个签字授权啊 就是这样一个名义上的啊 当然如果说是 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带着啊 或者是其他的亲戚朋友带着小孩去旅行的 那你就需要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啊 都有这个 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也不是说很困难的事情啊 当然他他上面也写了有一个 有一个公正的一个签字啊 对吧 实际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这个做起来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对吧 就是很简单 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说 哎呀如果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是 啊离婚的呀 或者是呃 什么这个另外一方就是死亡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反正你就是 拿着那个法庭判决的文件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啊 这是证明你有这个监护船呢 或者是不是呃或者什么样的 对不对啊 至少你要让这个 如果这个海关他查你的话 对吧 就是怎么样 你这个理由说得过去 对不对 那就没问题了啊 其实也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相当上说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他不一定会查啊 就不一定会每一个都查 对吧 他不会说看到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孩 他就查对不对 他但是呢他万一查到 对吧 如今的时候万一他去查这个问题的话 你一定要得说得过去 所以你一定要准备好 对不对 你不能说他不一定查我 所以我就不去准备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如果说他万一查了 对吧 他不让你入境了 因为这个原因不让你入境了 但这个损失就很大了 是不是也很麻烦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最好能够准备一下 然后呢 所谓的更多情形呢 就是呃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说不仅仅是说 是父母其中的一方 带小孩的问题 而且如果说是什么其他的亲人 或者是包括啊 小孩子一个人什么之类的 对吧 啊都是需要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监护船的这个授船啊 有的是需要一方 有的是要双方啊 你准备的越充分 那么你入境的时候 这个麻烦也越少 对吧 所以呢这个事呢 大概就是这样啊 希望每一位朋友呢 都能够顺利入境 好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